廠商不要以為你賣便宜的東西 就一定會有人來買 以前我們在談性價比的這個概念 可是未來在性價比這件事情 我覺得定義會改變 所以廠商不要以為你賣便宜的東西 就一定會有人來買 便宜這件事已經不一樣 消費者的想法是不相同的 CP值這個performance就包含了更多的意涵在裡面 從我們公司的數據出來 萬一千幾乎都超過50%以上是強調CP值的 可是現在調查發現只有一直在下跌 大概在40%多 那其他在所謂要特殊的生活體驗 或這裡反而這個比例增加的幅度蠻高 只要是飲食可能安心是最重要 你是一個品牌都要有這個社會價值觀在裡頭 不見只是吃本身的問題而已 你跟這個社會的關聯 環境的關聯都要品牌 本身除了賣東西之外 它本身也要一個平台的關聯 它要承載的跟消費者的互動 是一種社會理念在這邊的實踐 未來會有這樣的概念 如果單店做不到 但你可以聯合這個商圈裡頭的人 共同來幹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未來 就跟現在賣房子一樣 也告訴你我的 為什麼油漆是用什麼的 讓你的東西看起來排面就是比別人好 它的價格就賣得比較貴 因為它背後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調查追求生活特殊體驗 或是追求品牌幾乎這個部分是增加的 那反而就另外一個就在CP值分就減少了 另外一個在追求更豐富化的生活 不一定是便宜也不一定是貴 它本身要更有靈活創造性 它有自由 這一群人也是 這個市場也是在變大 所以它真的要做好還是體驗 怎麼讓它在店裡頭體驗 給它感受到 甚至已經是超越 以前來店的這些不同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一點 回歸到最後還是體驗 就是說你在Service上頭要調整 振興建一定會創造效果 促銷活動一定要跟你 後面要達成目的要有關 你如果跟你未來的行銷動作無關的話 那只是火一把 那肯定這裡有這一波過了就過了 比如說你說理由老餐飲 他們其實都在慢慢也在建構一個 小生態圈的概念 商圈的生態圈 理由生態圈 他們都在做這種深度 或是說串聯式的 我到這個店裡頭來 讓你覺得有不一樣的感覺之外 又跟周邊又產生什麼串聯 很多這個餐飲的 或是理由都在做了這種事情 超乎本身只是來餐飲 吃這一件事情 可能還有其他的這個價值 其實是可以創造出來的 我是覺得 這一波應該所有商家 除了你帶人來之外 能不能讓他之間 跟你的未來數位的接觸 可以變得更多 這一次我把正訓建 看作是一種數位化的機會 因為一定數位化之後 才有優化 當你數位化之後 你就可以跟很多人串聯 譬如說透過點數 透過什麼之類 你生態圈就可以建立起來 跟別人的交換價值 擴大你的顧客的一個群體 現在大家都應有促銷 廠商又加碼促銷 所以吸引到課程來 這就是我們解決了 客人不來的問題 正訓建它是讓客人回到 實體的店裡頭來做消費 後續的 這個價差能不能回得去 或你這段時間裡頭 你的這個品質 會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所以說我倒覺得 反而商家在這件事情 是完全不能夠鬆懈掉的